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人为什么越老越薄情,答案原来是这样,太一次哭一次,有些感情恰是无情最友情,人生就是一路遇见一路再见,遇见了多少人后来就要和多少人说再见,一个都不能少,有的人连再见都来不及说,就此一别,再无来日重逢,天下无不散之宴席, 不管两个人的感情有多好,就是相伴一身的夫妻,都是一个人先走,一个人后走,先走的人是福气,因为有人陪伴到最后,后走的人多活了几年,但活得很孤独,人老了越来越喜欢唠叨,很讨人嫌,常常是没事找事要吵几句,要么就是越来越不想和别人打交道了,宁愿一个人独守空房,也不想走出去和别人说点什么,人为什么越老越薄情, 当一个人看透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,感悟到了人情冷暖,就真正理解了别人,也懂得心疼自己了,每个人都有苟延残喘的时候,越到这样的时刻,越懂得什么是真爱,什么是真情,因为某种感情而流泪了,并不是因为喊心,而是因为被感动了,心中有温暖,脑海里有回忆, 一,父母对你的薄情是害怕拖累了你,你每次打电话给父母,他们总说,好好,家里一切都好,可是你应该知道,他们说这些话其实是言不由衷的,他们过得并不好,父母年纪大了,难免有很多的病痛,可是生病了又能够怎么办呢,他们多半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,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在你面前叫苦, 也许他们是忍着痛苦对你说,好好,记得我的母亲有一次和我打电话,她说,没事的,你安心工作吧,可是我却听到了她的咳嗽声,声音很弱,但我还是听到了,过几天我回家的时候,发现父母已经咳嗽好几天了,半夜都会咳嗽到醒来,我带母亲去打针,她却说,不要肥那个神了,这个病我自己最清楚,吃点药就没事了,后来是我硬拉着她去打针,她才去的, 常常看到这样的故事,有的父母在自己扛不住的时候才告诉儿女,等儿女回家了才发现,父亲或者母亲已经病入膏肓了,真的毫无办法,如果是儿女在异国他乡,估计火急火料赶回来,都听不到最后的遗言了,如果薄琴的父母免去了和儿女的交流,却总是让儿女愧疚到流泪,逢年过节的时候,为什么父母会出来迎接你,却常常不会出门去送你,其实他们知道, 也许就此一别,再无来日重逢,有时候儿女和父母的见面,见一面少一面,生命都在做减法,父母不愿意非常热情地对待你,是怕家庭的感情拖累了你,或者怕感情也会令人失望,当你落魄的时候,父母总是会想方设法拿钱给你,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,可以东山再起,可是有一天,父母不再关心你的事业发展了, 就是你很落魄了,他们也不会努力帮助你,这样的薄琴其实是他们已经毫无办法了,他们自身难保,捉襟见肘,又如何来帮助你,可是他们的心里依旧想着你,为你着急,当然他们再也不会表现出来了,只是一味的沉默,叹息。 二,你对亲戚朋友越来越薄情,是因为你活得无依无靠,当你的年纪越来越大,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想和别人打交道了,亲戚朋友的感情也慢慢疏远了,曾经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,聊天的熟人,见不见面都没有关系了,就是见面了也是简单的寒暄几句,就离开了,根本就没有掏心窝子的话,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朋友多了,路好走,可是你后来发现真的不是那么一回事, 朋友多了只是麻烦多,社交的圈子大了,社交的时间多了,可是你落魄的时候需要借钱了,就看透了人心,懂得了如何交朋友。 经历过很多会被人拒绝,被人嘲笑,你就会变得薄情,当你不想和别人交往了,你就不得不变成内心强大的人,你开始寻找自身的力量,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激发出来,跌倒了,爬起来,继续走,痛苦的时候就含泪奔跑,被人算计的时候, 也是忍着,咬牙坚持下去,还要让自己冷静下来,多年以后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连自己都不敢相信,自己真的有那么坚强,当你老了,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,你一定会被自己的那份勇气,那种执着的精神所感动, 你流泪了,是因为无依无靠太久了,习惯了坚强,习惯了拒绝和别人交往。 三,当你老了,身边总有一些人,慢慢离开,再也不见,当你老了,你会发现,身边的人慢慢离开了,也不会重逢了,离开的人对于你来说都很拨紧,首先,离开你的人是你的长辈,爷爷奶奶一辈的人,然后就是父母一辈的人。 《百年孤独》里写道,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帘子,你和死亡好像隔着什么在看,没有什么感受,你的父母倒在你们中间,等到你的父母过世了,你才会直面这些东西,不然你看到的死亡是很抽象的。 一个人越活越孤独,一方面是自己不想和别人交往了,放弃了无用的社交,一方面是至亲至爱的人越来越少了,虽然老一辈的人离开了,还有晚一辈的人, 但是父母对儿女的关爱永远都比儿女对父母的关爱要浓厚得多,儿女有太多的工作要做,有诗和远方在等着他们,当你老了,你也会像你的父母那样,把所有的好都给女儿,同时又对他们很拨紧,你不想麻烦儿女,只想他们能够越走越远,越飞越高。 身边那些至亲至爱的人,以前都是你向他们索取,倘养在他们的感情世界里,忽然你会发现,你再也不能向谁索取了,很多感情只能从记忆中去找寻,当你老了,才懂得什么叫岁月无情。 只是我们在无情的岁月里做了太多感动的事情,遇到了太多被感动的瞬间,陪伴是最好的爱,可是谁能真正陪你到最后,你又有多少时间陪伴至亲至爱的人? 其实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,花一些时间陪一陪父母,也对自己好一点,比活得太累了,不要等到失去了,才会拼命找回来,最好的爱一旦失去了是找不回的,一转身就是一辈子,你能够找到的是泪流满面的自己。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